但是照我所知就沒有這個情況 你那個批地當中有一個受益人 就是你跟著你十幾年的行政 行政的那個 是的 我想有少少誤會 另外就是我們那個不是批地 當時就不是說按照司長的批核 就是當時的市政廳 又或者當時的臨時市政廳 他按照他當時的法例來定定的 為表清白行政法務司司長陳立民 對於墓地門事件一直矢口否認 還曾經發表聲明 強調父親是在1996年過世 在舊西洋墳場的墓穴 是母親在回歸前向市政廳申請的 不過對於議員高天次質疑 為何石塊涉案墓地之中 都是與陳立民的親信 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當事人一直沒有解釋清楚 不過連署在報告中 直指陳思處理事件過程中犯下的五宗罪 指出整個目的審批程序 存在眾多不合規範的環節 與陳思當年發出的說明有相悖之處 作為市政機關的直屬上司 陳立民沒有進到監管的責任 防止違法事件發生 事件披露之後 陳立民沒有恪守公正和不偏私原則 主動向行政長官申請提起獨立調查程序 同時向公眾說明事件時末 二位是彭外茨 唐顯榮 江朝東臣見 澳門報導 陳立民主席 陳立民主席